这是上一次制作超大史莱姆失败以后剩下的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期史莱姆了 如果再做史莱姆的话 你们跑到我家里来打我好吧 本来上一次那个开箱史莱姆 我准备就是最后一期了 但是我也想到这个超大史莱姆 在上一次制作失败的时候 总感觉有点亏 所以说我就想再尝试一下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屏幕下方留言 会加牙膏 并且上一次我向直律也说了 加牙膏就可以把它制成史莱姆 不会有那么的脆 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正好我上次开的不是有过期的牙膏吗 所以我们就把过期的牙膏给 加到里面试一下 先把上面这层干了的史莱姆给它揭掉 再让大家回味一下 上次制作的史莱姆就是这样的 之前开箱剩下的牙膏 然后我们来用个高路结 我们先弄一点放到桌子上试一下 还是不行 但是比刚才软了很多 我们再加一点 效果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牙膏 加到这个缸里面 既然是最后一切 那我们就把之前开过的史莱姆 全部都倒到里面 OK已经把所有的史莱姆 全部都加进去了 我们再加入牙膏 20多年的老牙膏都挤不出来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又要失败一样 因为这个牙膏估计有点少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祸祸 蘸牙膏还确实管运 可以看到它已经不光变颜色了 而且还变得 已经有这个粘稠度了 继续 先倒出来看一下 是好像面团一样 看看 超大史莱姆 其实也算可以的 要是再软一点的话 估计也会更加的粘手 这个就刚刚的好 你们看到了 仔细的观察 可以看到它一直在慢慢的流动 这算不算是制作了一个比桌子还大的史莱姆 因为这确实也比桌子大 刚才已经有很多流到了地上 总之呢 今天这个比桌子还大的史莱姆制作成功 要感谢小伙伴们的积极留言 说明我们夹牙膏还是正确的 这应该是全网制作过最大的史莱姆了吧 这得有十几一二十斤至少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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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